加上一个回圈 再加上你中间要处理的动作 那不就是一个自动化的最基础吗 如果你要判断什么 比如说我们前面还判断什么 实的倍数要变成黄色底色 就是在这个回圈里面怎么样 再加上一个判断 那不就可以处理很多事情了 好像之前什么同学问我说 老师我这个四川表的范围里面 我想要把它全部有负数在那边转正数 负数转正 这么做 很简单嘛 for一个回圈向下 从头到尾 然后内回圈就是 一个I是列 一个J是蓝 蓝的话是forJ 到to什么呢 range可能你是以哪一栏 以A1当成技术 然后呢点end 然后刮呼XL什么 XL right 然后点什么 点column ro是向下 column是向下 那这样你就取得有几蓝了嘛 那有几列跟有几蓝 那这个范围不就全部都框起来 对不对 那框起来之后你要把回圈跑完 里面的嘛 判断一下 如果除穿格里面的值小于0的话 那表示负的对不对 负的要做什么 在乘上什么 乘上负1比较好了 负负不是得正了吗 对不对 那这样全部跑完 不就是负数转正了 或者你这个范围里面 比如说大于100的 你要变个颜色 可不可以 很简单啊 也是一样范围跑完 一副 里面的值大于100 那怎么样呢 给它一样的 给它一个internal 改变成什么颜色 我想这个地方 把前面所交的部分 综合起来 其实太多事情 一下子就做完了 你千万不要像有些人 土法炼钢 负数怎么办 开始排序吗 开始 开始在什么 想办法 把它瞧一下 瞧到位置 然后再全部改改完 再把它 再把它瞧回去 这样子其实 如果你会这一招的话 很快就解决问题了 因为基本上 为什么符合 几乎大部分的工作 因为四串表 就是一个范围 不外乎就列 不外乎就蓝 你可以处理 列处理蓝 那不就 几乎都可以处理完了 OK 所以这里的话 大概跟重点 跟各位提示一下 那其他的话 这个程式码部分 也在这里 那这个部分是 我们 给他什么 除了给他字 这个 这一行是格式成文字 对不对 然后color给他什么 好像黄色 那size给他14 对不对 那底下也是format 所以如果你要用wiss 上礼拜有同学 录下有wiss的话 如果头都一样的话 那你就给他什么 一样wiss的意思 也就是说 wiss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的头都一样 后面就用点 点这个点 对不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